哈喽 大家来看最近因为正所税的风波被称为自走炮 而神隐三天的财政部长刘亦如 今天终于到立法院的财委会报到 只是呢 立委对他一大早就迟到很有意见 让刘亦如脸色也不太好看 而正所税到底现在可不可以走下去 也是今天各方攻防的焦点 开会时间到了 部长已经了 可不可以去找一下 赶快给微笑 要在哪里 开会时间一到 神隐四天的财政部长刘亦如 依旧不见人意 立委卢秀燕大动肝火 9点03分 女主角终于出现 面对满场媒体刘亦如不发抑郁 始终板着脸孔 等到上台被询 立刻被点名 请辞或者请假 神隐两天也好 或者是你今天早上的迟到 齐勉你了 这个字你晓得吗 大概到请假之前都是蛮淡定的吧 我需要想一想就是说 立法院第二天如果通过 那应该下一步是要怎么样 那如果没有过 下一步又应该是要怎么样 上礼拜内阁总词刘亦如突然缺席 搞得行政院长陈冲 里外不是人 立委送上淡定两个字 刘亦如献学献卖 但说比做容易 神隐少女捍卫正锁睡part 2才正要上演